哈囉大俠學習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阿楓 今天阿楓帶大家來這個 泰安的駱宇松森林 要教大家利用手機跟 手機的外接式濾鏡 來拍出日式小星星的人像 好那我們現在呢 在泰安的雨林駱宇松森林 那最近呢是12月 所以呢12月的時候呢就會駱宇松 它會由綠轉成橘紅色 就會變得非常漂亮的顏色 那我們就趁著這個季節來這邊拍攝 那來這邊拍攝的時間點呢 大概是在上午的10點左右 光線還是有點斜色光這樣的一個角度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把Model安排在這個位置的話 光線剛好是從那個方向照進來 那要拍一點比較小心性的感覺 我通常採光上面都會用一些 逆光的角度來拍照嘛 所以就要請它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會在你們現在看到的那個方向 這樣排過來在這邊 那拍攝出來的照片呢 它就會是有逆光的這樣子的光影 在人物的邊緣會有一點邊緣光 然後呢它所拍攝出來的人物呢 就會看起來有點就是夢幻夢幻的感覺 那今天我們有跟數位黑膠圖這邊呢 我們借了一顆105的鏡頭 它是望遠鏡 那裝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比較明顯的去看到一些閃鏡 而且它這顆鏡頭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畫面的周圍會有一些比較模糊的這種現象 那看起來很像有點懷舊的那種相機 玩具相機拍起來的 很像復古的相機拍起來的這種效果 所以我們用這個鏡頭來去拍攝 感覺有點夢幻的感覺 好 那這個105的鏡頭呢 它是這樣子 它背後有一個螺紋 有鎖上去 OK 把它鎖緊 那就把手機拿出來 把它夾進去就好了 好 就這樣子把它夾進來 夾到這邊來 那我們安裝進來之後就要調一下就是它 看看它會不會有暗角 像這樣子就會有一些暗角擋在畫面裡面 我們就不要 我們就是把它往下壓一點點 盡量在暗角少一些 好 把它往下壓 好 那像這樣子呢 安裝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就會是比較沒有暗角的狀況 好 那這樣就可以拍攝 好 那我們在這邊採光的話是逆光 所以就是我希望盡量能夠透過逆光 然後拍到一點點太陽 它會有一些就是耀光的效果 所以現在太陽高度有稍微高一點點 其實我在找耀光的時候 都會試看地上的影子 就是它剛好是太陽的對面 所以我們就是要找地上的影子 站在地上影子的那個角度 往上拍 往對角線的方向拍 就會剛好拍到一點那個耀光的感覺 我們來找找看 好 像現在這邊的地面呢 它就有斜斜的這個影子 我就站在這個角度 然後蹲下來 然後去找找看 耀光 喔 在這邊 可能要稍微低一點點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拍一點那個 洛宇松搭配上藍天 因為今天天氣實在太好了 那你們可以從我們臉上 我跟小綠臉上的光線可以看到 光線應該是從這個方向過來的 所以往這邊的這個方向的天空拍 它會是很藍的藍天 然後這個方向的地景呢 因為有被陽光照射到 所以洛宇松的顏色 會看起來特別的鮮豔 那我覺得這兩個搭配起來 會非常好看 所以我想說從這個角度拍上去試試看 那我們站過來一點點 好 OK 那可是這個時候可能我們就 用105的鏡頭比較不好去呈現 因為105的部分的話 它是望遠的鏡頭 那我要拍到藍天會比較難一點 那我可能就會是把它轉成 是用手機原本的廣角鏡頭來拍攝 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拍到天空 然後樹葉跟地上的人物 好 來吧 好 那在這個洛宇松森林呢 其實一進來入口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左側 它有一個很大的水池 那水池裡面呢 它都會有一些就是石頭石墩 這樣它故意架設人造造好的 可以讓你走進去拍照用的 那就在我們後面這邊 所以呢 我會請模特兒是走進去 但是我會在對岸拍 那運用這顆長焦鏡頭來去做搭配 那如果你沒有望遠的鏡頭 你可能就要站近一點了 好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就請小綠站在那個石頭前面 那它背後是很紅很紅的落雨中 那搭起來應該會非常的好看 好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 那如果我們呢 沒有帶望遠的鏡頭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 就是手機的廣角鏡來拍 那手鏡廣角鏡 因為它距離比較近 所以我們要站的位置 也會稍微靠近一些 那利用廣角鏡的特性 去呈現一些 像這邊有這個石頭 我們就把它的石頭衍生 跟後方的這個落雨中給帶進來 我們來試試看吧 好 那一樣在落雨中森林這邊 走進來右手邊呢 它會有一個水池 那我選擇是在這個角度拍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邊比較不會有路人 其實就連平日這邊也都很多人 那我剛剛有試過一個就是 請模特兒坐在地上 然後從低的角度往上拍了 但是其實結果不是那麼好 因為其實 如果用廣角來拍 背景還是會有很多路人 那在這個角度的話就會好很多 後面就會只會帶到 就是 因為我們是帶比較上層 那我等一下往下拍 那邊是水池 它不會有人進去 所以這角度過去的話 會拍不到路人 而且又有很漂亮的落雨中 當作背景 那我們來試試看 好 那在這邊呢 就稍微做一下總結 就是這個105M的鏡頭呢 它的好處就是讓你 可以在比較遠的地方可以做拍攝 那取景的話 會跟以往我們用手機廣角鏡頭拍攝 感覺會不太一樣 而且它有搭配朦朧的閃鏡 所以可以拍出比較夢幻的一個效果 然後呢 也會有一點柔焦的感覺 好 那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在使用的時候 其實不是每一隻手機都會這樣 就是 我的手機我在用的時候 夾上去我的螢幕 就沒辦法觸控了 所以有時候我要對焦 或是調亮度 變得沒辦法調 會變得比較 就是你變得要 可能 鏡頭這樣晃一晃 讓它自動去抓到一個亮度之後 再做拍攝 那我覺得 對於我拍攝上的節奏來講 是很 就是很擔擾的一件事情 那不是每隻手機都這樣 我們剛剛有測試過 別的手機是OK的 就是它還可以正常的 去點按你的螢幕 所有的功能都沒問題 那所以 大家如果有興趣 對這個鏡頭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 就是 販賣的地方 去現場測試一下 它使用起來 是不是會有這個問題 再來選購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掰掰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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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